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四名园警终于把最难送回的派出所 大闹街头的他甚至还把救护车当成计程车 跟卖场的员工发生了肢体的拉扯 喝酒的情形 那先前由消防队宋志本辖联合医院就医 从医院里面跑出来的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打119搭救护车到了急诊 许姓男子却又趁机溜出医院 到附近的卖场去找查 喝醉酒的他滥用医疗资源大闹街头 除了丑态百出 还要面对伤害罪 妨碍公务的刑责 代价还不小 三连新闻 胡适音 朱宇荣 高雄报道